慢点 您刚刚跟皇后娘娘 为何宫知识祝导也累了 咱们回去歇歇吧 本宫不累 咱去昆宁宫找一趟林云彻吧 好 微臣请贤妃娘娘安 您侍卫请留步 娘娘 您有何吩咐 你托本宫的事已经办妥了 虽然魏燕婉还是在花房当差 但她只需要往各宫送送花 不用再辛苦地试弄培职了 多谢娘娘恩典 看你笑诚这样 魏燕婉回心转意 这么高兴啊 这燕婉当时离弃之时 也是身不由己 我不想怪她 让她难过 你既然这么喜欢她 再过几年 本宫就去求皇上 给你们俩指婚 夫妻一心同心向上 必能挣个好前瞻 多谢娘娘恩典 这是江雨冰新调制的玉露膏 淡斑去纹 你试试 姐姐 不管用的 上好的药都擦了许多 斑纹是淡了点 但要完全消除 怕是千难万难 若是皇上见了 定会害怕吧 所以你要试试江雨冰新调的玉露膏吗 你生产之后一直没有事情 怕是也快了 家妃也生了孩子 怎么她的身形却宛如少女一般呢 是啊 就每个女人生完真的都不一样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生 如果能生的话 也不知道生完会是什么样子 姐姐 你肯定能生 生完了之后 一定比现在更像少女 借你吉言 那我就多生几个 主 徐公公来了 贤妃娘娘万安 余嫔娘娘万安 徐公公 你可是来寻贤妃姐姐的 皇上念着余嫔娘娘出月已久 今儿特意翻了娘娘的牌子 还望娘娘预备着 前往养心殿侈 来啦 来啦 你 许久不见 生疏了 臣妾 修剑天眼 怎么了 臣妾身上 身上 身上怎么了 传后尚未恢复 惊着皇上了 臣妾惭愧 不妨 等你养好身子再说吧 玉萍啊 你为了生勇气 吃苦了 只要皇嗣一切平安 臣妾就安心了 只是今夜 臣妾不宜侍寝 还请皇上 早些安置 昨日看皇上的眼神 我就知道 我往后也不用侍寝了 免得皇上嫌弃 海兰 你也别这么说 先让江雨冰调养着 兴许过几年就能好了 再说咱们还有永齐呢 她养得这么好 姐姐你放心 我没事的 如今只要姐姐和永齐安好 别的我都不在乎 你能这么想便好 咱们三个在一块儿 往后的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你说呢 是 帮我一起挑一些吧 你看 这个 这个很雅致 这个额娘会喜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